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卖镜子 独一无二的镜子 街上行人 见那妇人再次卖镜子 却只有手里一面镜子 不面好奇 小婆婆 你这镜子多少钱 我的镜子是西式珍宝 要买一千两银子 少一文也不卖 太贵了 众人听完一顿纷纷 非常疑惑 一面镜子为何能卖到一千两 这个宝镜珍贵在哪里呢 这面宝镜有两大神力 一能照见人心的善恶 二能照出一个人的前世与来生 凭这两点 就值一千两银子 老人家 你休说谎 世间哪有此等宝物 你肯让我试照一下吗 当然可以 但是每照一次要赴三文钱 照宝镜时一定要聚精会神 不可胡思乱想 方能照出真行 那人对着镜子专注地照了起来 大约半炷香的功夫 他果真从镜中看见了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他看见自己死后 坠入畜生道 来生投胎为一只母狗 看完后 他非常惊骇 三文钱照一次这宝镜 值得吗 值得 值得 啊 这么神奇啊 我要照 我也要 周围的人听他这么一说 都纷纷抢着要照镜子 希望看到自己的前世来生 先后共有三千人照了镜子 有人惊悔 有人愁眉苦脸 也有人信道采恋 过了很久 这三千人终于全部照完了 这面宝镜只卖一千两银子是不贵的 可惜大家都是俗眼 没有识货之人 说吧 观音菩萨在众人面前显得法相 啊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世间一切善恶皆有因果 而等切记 只有心怀善念 广行善事 才能功德圆满 切莫再造恶业 坠入三土永寿 轮回之苦 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 我们以后一定一心向佛 多多行善积德 观音菩萨 点化众人后腾云而去 人们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恩德 促前在原地建造了一座寺庙 供奉观音菩萨下 还把观音菩萨用宝镜读众生的事迹 写书流传 从此以后 当地人一心向佛 行善积德 唯恐再造恶业 投入恶三道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游戏观音